LV LV這個包包Gabazine 它其實不是第一次出現的包款 它應該算是LV他們的Icon的包包 因為它今年春夏推出的這個是牛仔布的款式 所以感覺讓這個包包更年輕然後更活潑 看起來它是一個很方正的一個包 可是它的包型非常的立體 據說這個包它其實很難製作 因為它其實經過了250刀工序 然後它的所有的金屬的地方都非常的精緻 然後它在這個LV這個logo的地方 其實花費了很多的心思去製作的 因為它是先把這個金屬字樣建構好了之後 再把皮革一個一個相間進去的 所以你看它的邊邊都非常的平整 所以裡面跟外面它的finish都做得非常好 然後包括它這個扣子 扣環的地方有一個小巧思 就是也是它們的Mologon的logo 然後它故意做這個抽墟的部分 就是也是讓這個包包看起來就是更動感 更年輕一點 那這個提把呢 就即使你這樣擺著 它都不會塌下來 那還比較有趣的是 它這邊有一個扣環 你可以自己扣著你 你自己的隨身的零錢包或是你的鑰匙 扣在這邊你就比較不會找不到 它不會在包包裡面好像大海勞針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也蠻貼心的 側背或是跨肩背 上面是穿那種絲直的小背心 然後外面穿一個西裝外套 然後搭配牛仔褲跟這個包 我覺得就會非常好看 像這款包型呢 我相信大家在很多品牌可能都會看到 像LV啊像古池都有類似的這樣子的包型 它是個很經典的款式 但是我覺得Blasak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把這種經典的款式去融合一種街頭的文化的風格 所以會讓這個包呢 有一種年輕然後潮流的感覺 像它在這個地方它壓印上了這個 有點街頭塗鴉風格的他們的品牌的logo 然後因為它的筆觸啊 其實你看它的筆觸是有一點隨性的感覺 那這個包呢它除了這個外面 它把它做的比較潮流街頭的包裝之外 它所有的包型跟所有的細節 都還是依照比較傳統的方式 都有去做非常精緻跟優雅的做工 你看像這個 它其實裡面包的就是這個鎖頭的鑰匙 像這樣子可以把它鎖起來 而且你看喔這個鑰匙好可愛喔 它上面還有BB的logo耶 那裡面呢它其實就是 它前面有一個內袋 然後後面呢 也是有一個拉鍊的小袋子 可以打開的 然後這款包呢 我是覺得它手提示比較好看 但是它其實也有附鏈袋給你 所以如果你要揹起來的話也是沒有問題 把手的地方有兩個小扣子 所以它其實也是有揹帶 你可以斜揹它 那我覺得這款包因為它白色的 我覺得它非常適合夏天 然後夏天如果它搭配藍白色系的 或者像今年很流行的那種 暈染刷色的牛仔褲 然後它感覺不是那麼規則 然後就是比較隨性 然後比較自在一點的感覺 然後搭配這個包包 我覺得就會很有街頭潮流的個性 我覺得女生看到這個包都會尖叫吧 它非常可愛 而且它雖然小 可是它很精緻 質感非常好耶 而且我覺得精品包包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要看它們的金屬 Klory他們在金屬的地方都處理得非常好 你看它在這個提把的扣環地方 它形狀是有一點由大到小的 最重要就是它這個Sea的這個Logo 它其實這個包就叫Sea Bag 然後包包呢 包款本身它是有兩種皮革去做拼接的 像這個是咖啡色的牛皮 然後裡面呢 這一塊它就拼接了一塊 同色系的麂皮 那這個包呢 你可以手提然後也可以兼杯 裡面的空間 雖然其實沒有很大 可是我覺得女生有時候 就為了這個包可愛 也不太追求裡面要裝什麼東西 但是我看看手機可不可以放 可以耶 所以它是可以放得進iPhone Plus的 所以我覺得很OK 那它的皮帶裝上去的方式 我覺得蠻復古的 因為它是用這個金扣 所以它連這個扣環的地方 我覺得設計都很巧妙 然後呢我覺得像這麼小巧的包 我覺得女生其實穿洋裝的時候 穿連身洋裝然後穿個平底鞋 或是高跟鞋 拿這個包都會感覺很有氣質 Dior今年呢推出了這個包呢 很經典的包包的這個花色呢 叫做Alt Brick 然後它是來自於就是Dior 他們1967年時候就有金油的 這個logo包包的包款 新的設計師 他們就從以前的典籍去 尋找到這款圖騰 覺得很美 所以今年就把它拿來做複刻 然後這款包包呢 它名字叫做30 Montaigne 因為Question Dior呢 第一次在巴黎開的總店呢 就在蒙田大道30號 那為了紀念Dior先生呢 所以這款包的名字 就叫做13 Montaigne 那這個包包它其實包身 就是很經典的一個長方形的方包 那它最特別的地方 是在它這個logo部分 CD的這個logo是全新設計的 然後它的包包打開方式也很特別 它會直接彈起來 包包裡面呢其實就是很簡單 它有一個夾層 然後裡面就是很基本的一個大的空間 那後面有一個拉鍊的部分呢 是可以裝一些比較私密的東西 皮套的地方呢 這邊有身份的驗證 然後燙金的這個Dior的logo在這邊 那在這個皮革部分 它還有浮雕了這個 Sense Montaigne的這個字樣 它在鏈帶的部分呢 雖然是皮帶 但是它在這個扣環的地方 它是採用了軍用的那種 腰帶的一個概念的設計 所以會感覺這個包包呢 特別的有個性 我們要介紹這個BV的包呢 是他們最新上任的創意總監 叫Daniel Lee 他幫BV創作的第一款包 然後這款包叫做Punch 你看這個包我覺得它好可愛喔 它很像一朵棉花糖的感覺 然後也像雲朵一樣 所以也有很多人叫它雲朵包 最厲害的地方是 它的這個抓皺做得很好 然後它其實下面其實是軟包 但是它是個這個骨架 它這個骨架是很硬挺的 就算是中間沒有塞東西 它還是很有一個型 那像我們今天這款包呢 它是辣椒紅的 然後表面是用這個品牌最經典的 皮革編織小牛皮去做的設計 然後這包打開裡面其實非常的簡單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空間 然後其實什麼東西都塞得下這樣子 那這款包呢 雖然它沒有任何的背帶 它就是一款手拿包 然後你可以手拿著 或是就是抱著它 在時裝週的時候 看到很多的部落客啊 很多的編輯 他們就是穿得很簡單 然後手拿著 或者手抱著這個包 我覺得就非常時髦非常酷 已經快到了 了 所以我們接著